也提供给您国际上的最新消息 恶劣天气现在持续影响美国西部地区 包含犹他州、内华达州跟加州都发布了强风警报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画面是在内华达州的公路上吹起了强风 有大量的风滚草吹向马路 所以叫车上路都得放慢车速 那么另外在犹他州的住宅区 风滚草也是满路跑 最近几天当地的天候状况很不好 加州下起了暴雪 犹他州跟内华达州则是强风 而且风速可以达到每小时56公里 那么当局也已经发出了强风警报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